農曆聯後轉職朝永縣 根據人林行調查 有高達百分之八八點九的上班族 透露轉職醫院 創下七年以來新高 潛在跳槽族預計 具有七百九十二萬人 民眾說主要是認為薪水可以更好 或是限職工作成長有限 其他工作可能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去年一月就開始規劃 但是有中間有遇到一些好的機會 但是都沒有 都沒有 都後來沒有辦法過去這樣子 對 所以今年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轉換更好的跑道 不過人力行副理表示 雖然民眾轉職醫院提高 但實際成功率相對低落 因為企業面試最在乎責任感 穩定度 學習醫院配合度及抗壓性 這些民眾想要從眾多求職者中 脫穎而出 可以加強履歷完整度 職壓表現和應徵職缺關聯性 有高達九成的人想要年後轉職 在實際上往年的經歷來看 這個成功率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那當然看起來大家期望的這個薪資 好像都開到將近這個四萬塊 但不要忘了 可能你還是要拿出 你的這個工作的一些這個表現 那最重要的那個工作態度部分 還是優先於工作能力的 人力行也調查 企業年後 參與旅遊 批發零售 文教業 科技業 製造業 都有高達百分之九十的企業 有偵才計畫 平均釋出十點五個工作機會 不必擔心轉職落空 有意願的民眾可以多加嘗試 介紹臺北市採訪報導 打擺放 臺北市の咪 Nineveh